随着年龄增长,新陈代谢趋缓,壮世代族群得到代谢症候群几率也增加了,要如何远离肥胖,三高疾病威胁。 三军总医院院长洪一仁认为,维持均衡身心灵健康最重要,健康生活形态可有效预防慢性病的发生。 壮世代健康处方维持均衡身心灵健康。 三军总医院院长,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理事洪一仁指出, 50-64岁的壮世代族群随着新陈代谢编慢,大多数人伴随肥胖、三高疾病等问题。 站在新陈代谢科医师的立场,壮世代族群要维持身体健康,建议均衡身心灵健康至为重要。 红一仁表示,所谓的均衡身心灵健康,不外乎是均衡饮食、规律运动,保持心情愉快。 虽然都是老生常谈,但健康生活形态确实是维持良好新陈代谢的根本道理,才能远离肥胖。 三高等新陈代谢疾病对身体的危害。 如何维持身体健康? 红一仁强调壮世代族群要特别养成健康检查的好习惯,根据个人情况,听从专业医师建议适合的检查项目。 从最基本的血压、血糖、血脂,到高阶的心血管影像检查或全身健康检查。 如果检查发现有肥胖、三高等问题,红一仁认为一定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,并优先调整生活形态,才能让体重减轻。 血压、血糖、血脂也根筑降低,如果需要用药治疗,一定要按时服用,并定期回诊追踪,才能避免并发症。 如何维持心灵健康? 红一仁强调,保持心情愉快至为重要,因为过大的压力以及剧烈的情绪起伏,都可能引起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升高。 建议适当培养兴趣,多做运动,有助调试好心情。 而提早退休的人则建议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,让心灵获得满足,心情也会更美好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 感谢观看